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美主义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 并有批判性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人的评价的担忧 设立了过高的目标和要求 自己几乎难以达到 很容易就无能为力 无助感 导致焦虑和抑郁 就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好 那么我们看研究汇总了31项 完美主义和抑郁的相关研究 发现完美主义和抑郁呈正相关 那么也有研究发现 过去几十年当中 完美主义呢 显著增加 这可能是跟抑郁症的上升 是联系在一起的 接着 我们来讲一个完美主义的案例 大家知道这是谁吗 Michael 杰克逊 请问他怎么死的 注射了过量的真定剂 他为什么注射过量的真定剂呢 因为他睡不着觉 他为什么睡不着觉呢 因为他焦虑 他为什么焦虑呢 因为他开演唱会 有人就怼我了说 张老师你开什么玩笑啊 他八岁上台表演 他开演唱会怎么可能焦虑呢 他焦虑 为什么 因为Michael 对自己的舞台表演 有近乎完美苛刻的要求 我们看这里啊 他 要求自己两个小时高强度 又唱又蹦又跳 不带喘的在这里 他那彩排的时候啊 52岁了 水平在这里 蹦不动了 跳不动了 为什么 因为舞蹈是青春饭的 就跟运动一样 青春饭的 哎呦怎么办呢 这个要求达不到 这叫压力 叫求不得 哎呦怎么办呢 我一是一鸣尽丧 焦虑睡不着 医生说睡不着是吧 来 每天注射一个 激量镇定剂 睡得好好的 但是呢 随着演唱会的临近 他焦虑水平越来越高 随着我们考试的临近 焦虑水平越来越高 他死在我们普通人 高考前的 那天晚 最后一个晚上 他死在彩排的最后一天 第二天就要飞伦敦了 第二天就飞伦敦了 最后一天 他的焦虑水平 达到油水来最高 哎呀怎么办呢 我好着急呀 睡不着 医生给他说 跟过去一样 一个激量镇定剂 但是还是睡不着 因为他唤醒成本太高了 到凌晨两点还没睡着 医生说 要不要再来一个激量 他说好 再来一个激量 压得太狠 心脏促停 这个心脏促停 跟莽纳多纳促停 它这个是很类似的 人几分钟就过去了 那问题来了 Michael年轻的时候 怎么睡得着觉呢 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个猎人 他在二十岁的时候 轻松地满足 他演唱会的要求 他一点都不 完全hold得住 一点都不紧张 所以大家记住 同一件事 对同一个人 他的状态不一样 压力情绪的强度 截然不同 举例子 我是个教师 我在公开场合 讲话是我的专业 现在我是二十岁的Michael 不紧张 如果今天我感冒了 嗓子哑了 我会特别的紧张焦虑 这几个小时怎么熬得过去 我就变成五十岁的Michael了 好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压力之所以复杂 在于什么呢 第一 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不一样 第二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也不一样 第三 同一个人 对不同的事 他有不同的情绪 那这几个不同当中一块呢 就搞得压力很动态 大家记住啊 普通的 我们平常要对自己有准确的认知 平常 这个地方 我能达到 这叫OK 但如果现在我处于亚健康状态 处于抑郁的情绪当中 处于抑郁症当中 我现在的有些社会功能受损当中 你这个状态就比较高了 不管是我们的家长 还是身边的人 你可能要求他做到这样 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 不是说我们普通的 以前做得到的 他现在就一定能做得到 因为他处于这种 是吧 这种艰难的情境当中 所以啊 我们给自己提要求 给身边的人提要求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抑郁的患者呢 要稍微的要 要呵护他 不要高要求 好 明白以后呢 我们来谈 就悲剧了 怎么来克服完美主义 这完美主义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什么 拒绝失败 他觉得 人生就是一条笔子的路 没有坎坷 没有失败 没有曲折 如果没有做好 都是因为自己的错 好像什么事都可以掌控一样 那请问 有没有世界上没有失败的人 没有的吗 第二呢 他有恐惧失败 他们呢 这个巨大的压力 让他觉得很焦虑 那一旦被压力压垮 就吸得性无助 比如说啊 青少年 尤其是很多 父母高要求的 有些民校的青少年 中学生 突然间无法上课了 无法上学了 上学都上不了 为什么 他被压力压垮了 这个巨大的恐惧 让他受不了 受不了 他连去学校都不能去了 他不是故意的 什么是演戏的 矫情的 说你这个 是吧 他就是他 他去不了了 他就 就跟那个 被惦记的狗一样 他就泄气了 他就蔫了 而且这个呢 导致他生理上 可能脑 大脑的这个结构 可能会有些 有些变化 所以呢 他这个整个人的状态 导致了抑郁 自责和焦虑 他都容易导致抑郁 好 完美中还有什么缺点呢 还有关注缺点 他注意力呢 多关注在缺点和不完美上 也容易引发他的焦虑和失败 还有呢 高标准言要求 做不到的时候 容易很难原谅自己 很难放过自己 他对自己苛刻和苛责 指向内心的愤怒 也导致抑郁 还有呢 害怕消极情绪 他觉得不能有消极情绪 这个消极情绪 他是压抑的 回避的 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 就很艰难 好 那怎么来改善完美主义呢 有这么几个建议 第一个 降低期望和要求 怎么降低呢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跟采在水果一样 我们之前讲了 树顶的水果最漂亮 摘不着容易摔跤 虽然最好吃 你挑起来 勾得着的位置 这个目标比较合适 第二呢 接纳情绪 表达情绪 我们前面之前讲了 还有情绪写作 把它宣泄出来 不要怕 第三个呢 接纳失败 要勇于面对失败 我们来做练习 请大家在日记上 写下失败的经历 谈谈当时的感受 想法 再对比一下 现在的感受和想法 就你现在看这个事 跟你过去当时 看这个事有什么不一样 时间有没有改变你 失败的经验 教训在哪里 好处在哪里 有没有价值 大家仔细去思考一下 这几个问题 把它写下来 那你会发现 你就能澄清 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以及你现在看 当时那件事的想法 好 还有一个练习 让大家做的 这个不是讲道理 叫寻求帮助 为什么呢 完美主义者 他很要强 要强 所以要强呢 他就可能会去帮助别人 但他很难得 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他不觉得 这样觉得自己很怂吗 他就会很忐忑 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那请完美主义者 你尝试去一个 向自己信任的人 去寻求帮助 如果你犹豫 你就问问你 犹豫啥 你为什么会犹豫 寻求帮助以后 记下对方的反应 还有自己的感受 通过这个事 对你有什么启发 去做 感受 这不是讲道理 去做 来帮助你 克服完美主义 好 如果你对自己 包括你对身边的人 不那么高高在上的要求 让别人长期 透不过气来浪自己 那么你就 这就不是过度压力 就不会导致自己和身边的人 进入到抑郁的症状当中去 好 本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